接连新加坡的新山关卡还有镇林山关卡 是全球最繁忙的关卡之一 这两座关卡每年贡献的关税超过400亿令吉 占了全国关卡的一半 是贡献我国最多关税收入的关卡 但是这两个南方大门能不能够在今年之内重开 依然是个伪之数 这让经济活动跟新加坡紧密相连的柔佛新山 当地的商业活动如今可以说是受到重创 商家们也较苦连天 虽然说柔佛大臣哈斯尼多次促起联邦政府 尽快开放两国边境 但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距离两国封关已经八个多月过去了 如今少了每天往返两国的30万马劳大军 还有新加坡克的新山 如今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有人就用了两个字来形容死城 厅里首相慕尤丁宣布落实行动管制令超过大半年 国家大门什么时候才能够重开 依然是个伪之数 而跟新加坡只有溢水之隔的新山 少了新加坡克 以及长期往来两地的马劳大军 那繁华闹事是冷清得仿佛的作死虫 原本周末有着大批人流出入的新山关卡 如今是一个人影都没有 以往高车流量的主要道路更是稀稀落落 反差巨大 而作为柔佛州近来主打的伊斯甘达经济特区 也免不了受到这一波疫情的冲击 就好比新加坡克经常到访的旅游景点之一 公主港 这里许多店面都已经倒闭解业 一些生存下来的商家也因为生意而暴跌在苦撑着 主要是有新加坡克跟外国克会比较多 因为新加坡克不能进来 所以就有跌差不多一个七八十八仙这样 近期经济下跌了 因为MCO 有很多市场 前面 每周都会有很多新加坡人来 例如MCO 一天我们可以得到八千或七千 然后剩下半个 到三千或二千 那为了帮助商家度过眼下的疫情难关 一些商场的管理层也在租金方面做出了调整 尽管目前商家们是推出各项的促销优惠 主打本地市场 但他们还是殷切盼望着 马新边境能够早日解封 新加坡克能够及早回到本地市场 最主要我们是要瞄准这个新加坡市场的 然后因为这个MCO的关系就导致这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关口不能开放 其实现在我们也是继续着我们自己的内部的销售 而且优惠还是有继续着在做 现在目前就是比较local community 但当然新加坡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重要的市场 我们一定要侵入的 我们希望那个borders找开一点 希望可以得到大概三四十八仙的新加坡旅客 除了零售业者 伊斯坎达经济特区底下的私人教育机构 也同样遭受疫情的冲击 记者拜访的最佳教育中心 由于很多孩子的父母都是长期在新加坡工作 那面对当下未知的疫情发展 他们也只能够为孩子办理停学 而这也让教育中心的收入大减 只剩下之前的三分之一 我们这一代可以讲七十八仙的家长 是有在新加坡工作或新加坡做生意 那时候MCO一开始的时候 差不多有五十百分之一 他们可能就停学了 所以在这个MCO期间 其实我们的收入其实就有差不多三分之一 面对疫情再度亮起红灯 业者们唯有严守各项防疫措施 尽力守着本地市场的客源 同时期盼着疫情能够早日散去 这座南方大门开访通关 让不只是理想背景的马劳 能够重回家人的怀抱 蒙受重击的经骂活动 也能恢复往日光景